妳 妳跟他很有話聊 我們的確很有話聊 很多想法也都很契合 我覺得 我們就像是 認識很久的朋友一樣 那 既然妳這麼了解他 妳可以跟我說 他有什麼興趣嗎 他喜歡吃什麼 還是討厭吃什麼 他喜歡運動嗎 還是 他喜歡看什麼類型的 影集或是電影 妳真的是他的好朋友 一點消息都不願意告訴我 對不起 我 幹嘛道歉 我很清楚 他不是那麼喜歡我 不想要跟我單獨相處 所以這次的旅行 才會帶妳一起來 原來妳真的都知道 那妳不生氣嗎 為什麼要生氣 我應該要更努力才是 但是 他現在不喜歡我 不代表未來我沒有機會 只要他還沒有喜歡的人 我就不會放棄 妳好勇敢 好 感情的是我自己會想辦法 不會為難妳 不過 既然妳是他的好朋友 我也想跟妳當朋友 沒想到這麼快就被他收服了 其實我覺得凱琪人 滿好相處的 沒妳說得那麼可怕 剛剛他問我妳的事 我什麼都答不出來 他也不生氣 還誇我是妳好朋友 清醒點 那就是手段 他最厲害的 就是以退為進 得取妳的好感之後 接下來就是吹紅沙 不要忘了 妳是來執行任務 我不是來找朋友 收起妳那個無聊的同情心 不然 妳的兩百萬很快就會飛了 你說得對 快 告訴我妳的興趣 我要記下來 凱琪不問 到時候借妳工資上班 也一定會有人問 不用 短時間要了解透身為我這個人 永遠很像貝克文一樣 很容易就會被發現不自然 到時候自由發揮就好了 我又要是說錯怎麼辦 十一 運動 興趣 喜好 就算妳做的不是我喜歡的 我也會盡量配合到底 憑我的臨傷反應 肯定沒問題 妳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做好防守 不要輕易被敵人通話 隨時準備接好 凱琪丟出來的超猛之拳 愛護就在 愛護 太陽升起來 愛和天人在一塊 奶奶喜歡復古優雅的風格 憑身線條 最好是簡約流暢一點的 這個呢 太鮮豔了 奶奶喜歡 純穩 單純一點的顏色 這樣才不會強化的風采 這個 這個線條太銳利了 不適合 不適合奶奶 那適合妳嗎 如果你喜歡 我想送妳當禮物 謝謝妳這次安排的旅行 我對淘氣沒有興趣 我有興趣的 吃麵包 這麼愛吃麵包 吃不念 妳 妳味道已經在我心裡生根 別的都取代不了 到底要怎麼樣 讓她放棄妳呢 妳別做夢了 像凱琪這種個性的女生 是不可能會放棄的 我還以為妳找我來 是要讓她知道自己沒機會 自動放棄退出 凱琪會不會知男的退 對我來講 我一點也不在意 我的目標是奶奶 上次在戲服店 買下流言的種子 現在還輪到凱琪了 原來妳的作戰 指的是流言作戰 妳剛剛在記什麼 奶奶喜歡的花瓶樣式 記這個要幹嘛 不只流言作戰 身為妳的男朋友 一定要知道奶奶的喜好 好她歡心 知己知彼 絕對有好處 至少讓她泡火不要這麼猛 不錯 妳有越來越進入狀況 看來我們離自幼不遠了 妳手的位置放錯了 不能那樣放 是嗎 那妳教我 好 妳手放鬆 我來帶妳 小心 要我解歪一點 都看不到前面 妳確定要這樣交 對 要是就把手交比較好 看 呃 對不起 不用說對不起 我知道你是來幫我的 對 我 真的 我是很想幫你 沒關係 慢慢來 好 請你的 我會慢慢來 好